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好像放在了略积次的位置 那么老师这节课就要为他证深 因为辅音字母对于普语的基础语音的学习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来说我们这节课就来仔细的聊一聊辅音字母 我们首先来看这五个辅音字母 这五个辅音字母已经在我们学习原因的过程当中出现过了 有的甚至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呢 而一些比较陌生的呢 也至少我们一起发过音读过它 无论是熟悉还是陌生啊 我们都是第一次去直面的接触这些辅音字母的发音 所以啊 大家还是要认真的去对待它的 那么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怀揣着一种好奇 一种掺杂着陌生的熟悉感 开始今天的辅音字母的学习吧 第一个是辅音字母L 辅音字母L通过大家之前的接受可能感觉是比较简单的 有同学可能会自认为发音是比较准确的 没有什么问题了 不过呢 老师还是仍然不放心 需要给大家提醒一些比较重要的点 比如说字母L 它的最普通的一种发音呢 还是有自己的要求和讲究的 老师来简单的说一下 看你是不是做到了呢 首先啊 它的发音的时候啊 让自己的舌位变得低平一些 同时让自己的舌尖抵住上指引 你有没有抵住呢 这样啊 舌面低平 舌尖抵住上指引 产生的效果就是 你在发音的时候 对气流是一种阻塞 气流不得不通过你的舌面呢 上到你的舌尖 然后突破产生这样的发音 L 那么好啊 你有可能做到了 有可能做得不是很完美 那么我们就按标准的做法 来做一下发音练习吧 L和五个原音字母搭配 读两遍 希望同学们跟老师一起读啊 老师又读了一遍 目的呢 就是为了给大家纠正一下发音过程当中的一些细微的错误 让每一个人呢 发音更加准确一点 Added这种发音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老师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想跟你们说的一个单词就是Latta Latta这个单词是罐子的意思 什么罐子呢 伊拉罐 就是我们经常喝饮料用的那个伊拉罐 同学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啊 点完正餐肯定是要点饮品的 有的人呢喜欢喝可乐 肯定会给服务生说 Uma go la 这是最简单的说法 意思就是说 一份可乐 有些饭店呢 它可能是自备的那种可乐的机器 直接从机器里面打出来的可乐 但是为了卫生和安全呢 很多人是不喝的 可能会在Uma go la之后补充一句 En Latta En Latta 罐装的 那么这时候服务生就知道了 会给你上一瓶罐装的可乐上来 有的同学可能会感到这么说太分散 然后不是很正式 那么很正式的说法 也很简单 就是 Uma la da jigo la Uma la da jigo la 一个罐装的可乐 就是这么表达的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么下一个呀 可能就对你来说不是那么简单的了 甚至来说 你可以感到比较陌生 当字母Ello 位于一个阴节尾巴的时候 它该怎么发音呢 它的发音完全跟 刚才老师所说的 发音方式不一样了 甚至是一种颠覆性的变化 可能你还没有注意到 老师说一下它的发音啊 它在发音的过程当中啊 让自己的舌尖 是从下而上的卷起来的 卷到什么位置呢 卷到自己的上额 并且请注意 不要放下 这个动作对于我们每个中文人来说 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因为啊 我们中文上的每一个发音 基本上都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发音方式 或者是发音习惯 所以呢 在发这个音的时候 对于有些同学呢 或者是对于基本上所有的中国人 都是一个挑战 因为会发起来感觉比较别扭 我们通过一个实力单词来体会一下 就知道了啊 比如说酒店这个单词 他在发音的时候啊 老师把这个单词再读慢一点 你去仔细去听 是不是感觉到老师在读 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舌面卷曲的过程 这种卷曲呢 就是为了形成一个非常标准的 L位于词尾当中的这个音 可能你在跟老外的交流 或者听广播的时候 不会很听得清这个L 他在音节尾的时候 所谓的这个发音 不过呢 他真正的发音确实是如此的 虽然你会感到他别扭 别扭并不意味着不标准 是错误 如果说按照我们中国人日常的这种 发音习惯的话 那就形成错误了 所以呢 老师更加希望对每一个学员的 发音上精交细琢 注意每一个细节 这样呢 对我们日后的进一步的发音联系呢 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 我们知道 怎么发音了 那么我们现在再多看一些单词 来巩固一下他的发音吧 这些单词老师读了两遍 希望同学们一起读啊 按照老师刚才说的那种发音方法 好 这些单词发完了可能你会感觉到有些别扭 不过你要是多练习几遍呢 会感觉到通过这样的发音方式呢 其实发音更加的舒服一些 这只是一个发音习惯的问题啊 老师已经多次提到过发音习惯这样的概念了 所以说呢 还是希望你们多练习 养成这样一个良好的发音习惯 好 接下来是另一个辅音字母 M M可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 因为我们从开始学原音字母之初就已经接触到M这个辅音字母了 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笔辅音对不对 我们接触了无数次 但是从未正式的去直面它一个正确和标准的发音方法 那么虽然你很熟悉了 老师还是忍不住要给你们仔细的讲一讲 M到底是怎么发音的 请你注意啊 你在发音的时候啊 必须要让自己的双唇紧闭 紧闭就是说不让气流过去 舌面呢 要放低屏注意这个舌面低屏是很重要的哦 一定要放低屏 这个时候再让你要发音的气流呢 通过自己的鼻腔产生这样的声音 这时候你的鼻腔肯定是震动的 听起来很拙 所以就叫做鼻辅音咯 好 光说不练是假把式 我们来做一下简单的发音联系吧 还是M和五个原音字母的搭配 一起读两遍哦 不要偷懒 好 读完了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有种感觉 就是鼻腔有一点微微的麻酥感呢 因为一个标准的M的发音 会让自己的鼻腔产生比较强烈的震动 这个时候有种麻酥感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就听字简吧 你肯定是有发音问题的 好了 说完发音 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些具体的例词吧 第一个单词就是大家非常常用的 但是又上不了台面的单词 就是Malugu Malugu 疯子 蠢货的意思 一听这个单词就知道它是侮辱人的语言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我们现在高素质的学员 肯定是不会随意的去讲这个单词的 但是呢 语言除了用于讲之外呢 还用于去听 在很多普遇国家一些平民百姓这些阶层的人物 说Malugu 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 并不是说在贬低他们 但是这是一个比较社会普遍的现象 当你在身处国外的时候 如果听到当地人在互相的交流当中 说到Malugu这个词 或者是当地人跟你一起交流的时候 对你说Malugu这个单词的时候 你的心里一定要非常清楚 就是他在侮辱你 这也是我们所有学外语的人一个必备的技能 我们可以不说 但是我们不能不知道 所以老师呢 就借这个M这个辅音字母呢 告诉大家这个单词 希望对你们的日后工作和学习都有一些帮助吧 然后呢 还有另一个就是家居必备品 Mushila Mushila 背包的意思 说到背包 你们肯定会想到 另一个跟背包息息相关的词 就是Mala 行李箱 箱子 Mushila和Mala相互搭配 那绝对是旅行的常用品 必不可少的 所以啊 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去记忆吧 不过呢 亲爱们不要记混咯 因为把它记混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 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我们都喜欢吃水果 吃蔬菜 吃粮食 那么对于我来说呢 我又特别喜欢吃水果的 那么成熟的水果 大家都喜欢吃 因为都很甜 成熟的 就叫做 Maduro Maduro 成熟的水果呢 就是Frudus Maduros Frudus Maduros 好 当如果知道 具体某一个水果成熟 该怎么说呢 比如说啊 像我 我喜欢吃甜的葡萄 甜的葡萄 肯定是成熟的葡萄了 那么葡萄 就是Uva 那么成熟的葡萄呢 就是Uva Madura Uva Madura 再像比如说苹果 一个成熟的苹果呢 往往会比较甜 那么熟苹果就是 Masang Madura Masang Madura 好 这就是Madura的 一些常用的用法 接下来我们看 另一个辅音字母 N 啊 N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因为当我们提到M的时候 N 总是跟在皮肤后面 N 它同样是 B辅音 对不对 相信你能在老师之前 就抢拿出来啊 而它的发音呢 好像同学们 也感到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不过呢 老师还是坚持要为大家仔细的说一下 N 它到底是怎么发音的 以防有些人 还没有找到正确的发音方式啊 N 它的发音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让自己的嘴不再是紧闭了 而是要让双唇 自然的放开 自然的放开就好了 不需要过多的装饰和修饰 然后呢 让自己的舌面 不再是那么的放平了 一定要注意 让自己的舌尖 去紧贴着自己的上齿音 然后 再让自己的气流通过B枪 产生这样的B辅音 A是不是跟M有很大的不一样啊 但是唯一一样的地方就是 让气流通过B枪 产生发音 形成B辅音 如果说啊 刚才的动作教理 你还没有做得很标准 那就根据老师的提示 再多做一些练习吧 还是老规矩 我们做一下简单的翻译练习 跟五个原因字母搭配 还是读两边哦 那 那 呢 呢 你 你 no no nu nu 好 发完了 相信你发得很标准哦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啊 就来看一个非常常用的单词 也是老师非常想给大家讲解的一个单词 就是国籍 Nationalidade 这个单词对于我们每一个经常要出国工作和学习的人来说是永远逃脱不掉的 总会被别人问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啊 你的国籍是哪个呀 或者是在移民局会问到你是哪个人啊等等等等 都会遇到Nationalidade这样的问题 如果想说你是哪个国家人啊 这样的问句那该怎么表达呢 那就是 Gore a sua nationalidade Gore a sua nationalidade 啊 有同学碰到这样的问句呢 可能会一下子回想起来之前我们所讲的几种国人的表达方式 比如说中国人是Chines 朝鲜人呢就是Gore a no 日本人呢就是Japones 巴西人呢就是Brazilo 而法国人Francis 葡萄牙人Portugais 安哥拉人Angulano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啊 但是我们要回答Gore a sua nationalidade 这个问题答案的时候 是绝对不能说Shinesa Gore a no这样的直接的回答 而是把它变形 就要变成Shinesa Gore a no Japonesa 这样的回答 为什么呢 老师简单的做一下解释哈 在葡萄牙语当中啊 单词都是有阴阳性的 像Nationalidade Ida ji结尾的这个名词呢 通常呢都是音像名词 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Shinesa Gore a no Japanese Portugais 虽然可以表达说是中国人啊 什么什么国家的人啊 但是呢 它同样兼并着一个形容词性的单词 它可以表示成中国人的 或者是中国的Shinesa 再比如说Japonesa 它可以表示成日本的 或者是日本人的 都是可以的 那么作为一个完整的表达呢 问你是哪个国籍的 我们比如说 中国的国籍就是 Nationalidade Shinesa Nationalidade Shinesa 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交流来说 Nationalidade 它这个单词的音节实在是太长了 沟通不方便 浪费时间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说Shinesa Shinesa 这么回答 没有人会质疑你是错的 所以说呀 下一次当你被问起这样的问题 或者说需要你填表格的时候 关于国籍Nationalidade Nationalidade的答案的时候 你就需要用这个音线的名词哦 对于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来说 那你一定要写Chinesa 好 记住了吗 接下来我们看另一个福音字母 那就是Agan 字母Agan呢 在普通的字母 在普通的字母表中 它是属于实之物位 弃之不能的 因为它是在普通的单词当中不发音的 请记住哦 它永远都不发音哦 但是呢 它必须得存在 因为它是一个单词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它单独存在的时候 它虽然是不发音 但是我们要记住 它的存在是构成普语单词完整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比如看啊 之前所讲到的这个单词酒店 Odell 又把它给拉出来了 Odell这个单词我们能够看到 它的发音就是完全是凭借着O的发音它本身的 Agan是完全没有起到任何的发音的作用的 再比如说啊 另一个单词 Ospital 医院 Ospital 这个O 它的发音是完全是字母O和S 它们两个分别的发音 Agan起不到一丝作用 好 这就很明白了 Agan只要它单独存在的时候 无论到什么位置 它都不发音 这就是Agan的唯一的发音规则 不发音就是它的发音规则 那么好啊 接下来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正式 特别能上台面的一个词 就是Ospital Ospital 它的意思就是 好客呀 热情款待呀 吃得好啊 住得好啊 这样的意思 因为呢 我们中国随着国际化的步伐越来越快 越来越多中国人呢 会有机会去接待外国人的朋友 在这个接待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安排他的吃啊 住啊 行啊 等等的一系列的活动 我们中国人一般是比较热情好客的 所以说当外国人 接受到我们这样热情款待的时候 肯定会经常表示感谢 这是出于他们对你的尊重和礼貌 这个时候他经常都会用到一个单词就是Ospital 这个单词的时候 你一定要感到很欣慰 因为他真的是从内心的感觉到很愉快 好 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个单词 就是人类的人文的 Umano 同样 这个NGA单独的存在 对U的发音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还是U Umano NGA的发音你记住了吧 我们接下来看啊 是这节课的重点 就是字母R的发音 字母R 大家可能在正式学习普语之前就已经有耳闻了 听说有舌音啊 就是那种满嘴跑舌头的那种大舌音啊 等等等等各种离奇的说法 R就是这个发音的代表 但其实呢 对于现代葡萄牙语来说 这样的发音并不是那么的夸张 但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单一 那么老师现在呢 就给大家去 中意的剖析R 它的几种的发音方式 其实R它的舌音啊 它主要分两种的 第一种就是单颤的舌音 第二种就是多颤的舌音 对于现代葡萄牙语来说 所谓的大舌音 就是那个单颤的舌音 多颤舌音呢 就是那个小舌音罢了 所以听起来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复杂 确实如此 因为单颤舌音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可能还是比较简单一些的 因为它颤动的只要是一次嘛 那我们现在说到了单颤舌音 就开始来看一下这个单颤舌音吧 从最简单的开始学习啊 我们先说这个单颤舌音 它的发音方法 也是你们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相信 单颤舌音啊 它在发音的时候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放松 这个放松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刚开始练习的初学者经常会感到很紧张 身体一紧张一僵硬 就造成了口腔 很紧张很僵硬 就造成了舌头不太好使了 这个发舌音的过程 是舌头一个非常放松的颤动的过程 当舌头僵住的时候 这个舌音自然是发不出来的 所以啊 你首先必须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 口腔的放松下来 舌头更要放松下来 然后呢 让自己的舌尖轻轻的往上抬 抬到上指引和上颚之间的那个位置 这个时候就基本具备了 你发单颤舌音的条件 当你要发音的时候 让自己的气流 从胸腔经过喉 带到自己的口腔 通过舌面的引导呢 让气流从舌尖穿过 但是呢 并不是简单的穿过 是要带动你的舌尖 抽打自己的上颚的 进而产生这样的单颤舌音 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它的发音过程啊 很简单的 只是对于刚刚接触的你们 有一点点的复杂 但是我相信你经过练习 很快就能发出这样单颤舌音的啊 好那我们现在呢 同学们想象了这样的一个发音方式 跟老师一起来做一下发音练习 来亲自去感受一下这个单颤舌音是怎么发音的 还是老规矩 五个原音字母和R的结合 一起还是读两遍 好 好 发完这个音啊 你是不是感觉到舌头在发音的过程当中啊 比较轻快 有一种跳动的感觉呢 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就说明你在发音的过程当中 舌头确实是在抽动了 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单颤舌音 经过老师的一些经验啊 相信有些同学在第一次发音的时候不是特别准确 跑偏上什么音呢 就类似于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字母L在词首的时候 这种发音 这个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因为单颤舌音它发音的本身跟L有一点类似 当舌头不能充分的颤动起来的时候 就形成了这个L的音 不过呢 既然你已经产生了L的音的话 那我们就借着L的音的发音方式 帮助我们完成单颤舌音 当你发L的音的时候啊 是因为你口腔中的气流不足够强大 不足以让你的舌尖产生颤动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发音的时候啊 让自己的气流更加猛烈一些 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对肌肉的控制 让自己的舌尖在上颗产生这样的抽动感 然后再借助气流的冲击 从而形成这样一个单颤的舌音 老师讲的这么细致呢 就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尽早的去达成单颤舌音这种发音程度啊 不过呢 主要还是要靠大家 刚才那种简单的发音练习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方式 如果你还没有练成的话 希望你继续的练习 刚才呢 老师讲了那么多呢 讲的那么细致啊 现在就赶紧趁这个热乎劲 我们再做一遍 发音练习啊 这次我们来读一遍 好怎么样 你是不是有一种舌尖振动感了呢 相信有的同学已经能够做得比较好了啊 那么我们刚做完发音练习 接下来最好的方式就是来练习一下实战 在单词当中的单颤音 这一排单词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来一起读两遍 请大家跟老师一起读 好老师 刚才这些所有单词的读音呢 都是比较慢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充分的听清 每一个单颤舌音在舌头当中的颤动作用 刚才同学们可能已经都听到了 希望你们尽量去模仿 尽早的找到这一种舌尖很萌的感觉 好说完了这种单颤舌音的发音方法 那么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他什么时候发这种单颤舌音 虽然最难的地方是他如何发音 但是什么时候发音也依然很重要 我们先来看啊 以刚才我们读的这几个单子来说 这几个单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R位于此手的 所以说就有一条规则就是 当R不在此手的时候就要发这个单颤舌音 好后面还有一条规则 就是当R不位于L、N和S之后的时候 就要发这种大蛇的单颤舌音了 你再仔细看一下我们刚才所举的这几个单子的例子 没有一个是位于L、N、S之后的 对不对 好说完这些规则 我们也知道单颤舌音是怎么发音的了 接下来就来看一下第二种发音就是多颤舌音 多颤舌音它主要是由小蛇来完成的 小蛇是什么呢 小蛇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喉部的一块非常细小的肉 朋友同学至今对一个动画片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就是猫和老鼠 在这个动画片当中老鼠总是欺负猫的 猫总是忍气吞声的那个角色 当老鼠欺负猫的时候 它可能会加疼猫啊 会打疼猫啊 或者是放陷阱去陷害猫啊 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 当猫被老鼠欺负的时候 可能会很疼 它一疼就会非常大声的去尖叫 然后这个时候会在画面里面 画出这个猫的小蛇 就是一个放在口腔中间的一个小肉球 那个就是小蛇 它是在我们人类的口腔当中切实存在的 所以啊 我们在发这个小蛇的多颤音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找到这个小蛇的它具体的位置 那么好老师刚才说了这么多啊 可能你有感觉的啊 它的小蛇具体位置是在哪里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呢 这个多颤的小蛇音 它的产生就是依靠于气流去不断的拍动那个所谓的小蛇 而发出的这个音 老师可以示范一下 就是 有个同学听到这个声音可能会感到比较熟悉 因为你自己打呼噜 或者是你听到别人打呼噜的时候 就有种这样类似的音对不对 其实也能是这么解释的 因为这个 R的发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给人一种打呼噜的感觉 并且练习多了呢 存在会比较干 这跟打呼噜的过程和后果都是特别的相像的 无论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这样的小蛇多产音啊 或者是通过任何的方式去达到这样的小蛇多产音的目的 只要你能做到那都是对的 那么好啊 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发音方法 就来做一下简单的发音练习吧 还是老规矩 我们一起来练 哈 哈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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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和 呼 呼 好 听完老师这样的一片发音 你是不是能够清楚的感觉到老师的口腔内部的那个小蛇在不断的颤动呢 并且频率非常的高对不对 如果你还没有做到的话 只需要多练习就好了 你不要过于的慌张哦 不过现在老师重点要告诉大家 R 在什么情况下发这种多产音呢 其实也真的很简单的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单产音 是在R不畏于此手 并且不处于L N S 三个辅音字母之后的时候 发这种单产的说音 对于R发多产摄音呢 那就是完全的反转过来了 那也就是说当R位于此手 或者R是在L N S之后的时候 就要发这种多产摄音 好了 我们现在讲了规矩 讲了翻译方法 那么就赶紧来趁着答题 联系一下啊 这样一排单词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一起来读两遍 Rmmm R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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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o Garro Terra Tenro 好,这几个单词读完了 你是不是感觉嗓子有点快冒烟了呢 那么好,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感觉 说明你进步了 说明你的发音已经快接近于 或者是已经达到标准的程度了 可能有同学在这个发音过程当中 会感到嗓子有点像吐痰 你们每个人都吐过痰 所以说你们对这个吐痰的动作 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那么这个吐痰的动作 其实也是对于这种小时候的多称音等 发音方法的一种理解 所以说无论是以任何的方式去理解它 只要你能发出来 那它都是对的 不过这个时候可能有同学 会心里产生一个问题 因为他发现刚才在读这些单词里面 其实从原则上讲 字母R的发音应该是讲完了的 但是呢 有同学肯定是不过瘾 因为你们心里想的那个非常夸张的 满嘴跑手头的那个大蛇音一直没有出现 其实老师需要解释一下 对于现代葡萄牙语来说呢 大蛇的多产音正在逐渐的被摒弃 这也是语言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现象 不过呢 这种大蛇的多产音在葡萄牙和巴西 甚至是其他的普遍国家来说 也是普遍存在的 而它现在的使用呢 是多用于一些居民的日常生活呀 或者是在一些比如说 激烈的争吵啊 或辩论当中而使用 在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用这种大蛇的单产音和小蛇的多产音 那么好 我们居然已经提到了这个大蛇的多产音 那么就来做一下这种示范吧 同学们有没有听到呢 这种多产音呢 其实它的发音来说是很简单的 其实这种发音方式您有学过了 那就是这种多产音 它在发音的过程当中 是单颤音的一个反复版 也就是说 它在发音方式上 无论是你的口腔啊 还是你的舌头的位置啊 都跟单颤的舌音是完全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 气流的连续通过 让自己的舌尖 在自己的上额上反复的抽动 从一次变成多次 也就形成了大蛇的多次产音 老师说完这一句话呢 可能有同学就开始忍不住的要自己去练习了 那么在你自己练习之前呢 先跟老师一起来读一下这几个简单的发音练习吧 还是五个原因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好吗 好 老师读完了 你有没有跟上呢 或者是你有没有尝试的去跟上呢 可能啊 对你来说仍然是一个发音的挑战 不过没有关系 千万不要担心 对于我们普通的中国人来说 除了一些放音的因素 绝大部分情况之下 是不具备这种天生发射音的能力的 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学员相信 都需要一个艰苦的练习过程 这种练习过程一般是在一周到两周的时间 基本就可以实现大蛇的多产音了 所以说啊 你现在刚刚听到大蛇的多产音 和老师讲到的一些发音有关的简单的表述 可能还不足以让你去发出这种大蛇的多产音啊 不过只要你去多练习 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居然说到这儿了 可能有同学就要心想 什么时候发这种大蛇多产音呢 其实啊 这种大蛇多产音的发音呢 是比较的宽松的 因为啊 在一部分的情况之下 我们刚才讲到的大蛇的单产音 也能发生大蛇多产音 它的情况 一般是当一个说话人 他的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 或者是在跟别人辩论的时候 他需要让对方听清自己每一个发音 是怎么样子的 或者是每一个单词和音节的发音是怎么样子的 这样的话 一个大蛇多产音往往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因为他的发音是在产音里面最鲜明 最有个性的 这个时候他经常会发这种声音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小蛇多产音 那里所有的情况都可以发生这种大蛇多产音 好了 这就是所谓的大蛇多产音 它貌似很神奇 但经过老师这样一番的讲解 其实很普通 对不对 所以呀 一切都是在于练习 不过老师对你的练习建议就是 你要先练大蛇单产音 最简单的 然后再练小蛇多产音 这是最主要的 最后有能力的话 你再练习大蛇的多产音 好吗 这样的一个练习顺序更加符合现代葡萄牙语的学习要求 好了 学习了这么多 我们现在赶紧做一下练习吧 我们现在正在练习的看法 我们现在现在的练习 你和领备 顺序又是最好的 很多人 我还可以入口 你和领备 顺序又是最好的 计划 是什么 ничего 在你 然吗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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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为大家讲解葡萄牙语基础语音的剩余的学习内容了 不过呢 我也没有完全的离开 我会在最后一节总复记课的时候 再次出现与格里士蒂娜老师一起合作 为大家讲解好最后一节语音课 好了 我们之后再见吧 Adeh, mice